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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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前嫌大家好 很高興又來到論語顯讀系列講座 今天第三堂 也是論人的系列 四次當中的第三次 每一次我們都回顧一下 論人的部分的重點 今天會介紹兩章 經典的學習 不讀聖賢之書 哪能體會聖賢之志 不讀聖賢之書 哪能體會聖賢之心 不讀聖賢之書 哪能安邦定國 如果不讀四書 就會輸了四樣 第一出口無章 再來處世無方 儀表無莊 生命無光 如果讀了四書 就不會輸了這四樣 就能夠出口成章 處世有方 儀表端莊 生命發光 如果我們讀完四書 能夠體會到聖賢之心 聖賢之志 聖賢救世的精神 效法學習 我們的生命 就會發放光芒 論語可以說 是一部智者的語言 裡面的內容 是孔子跟學生 以及在傳學生 還有當時社會賢達之事 之間的問答跟對話 人的意義 就是忠心 是本心本性 像種子一樣 蘊含無窮無盡的潛能 人有無美德 公寬性敏諱 好 我們進入今天的章節 言冤篇第十二 當中的第一章 言冤問人 子曰 克己赴禮為人 一日克己赴禮 天下歸人焉 為人有己 而有人乎哉 言冤曰 請問其目 子曰 非禮物事 非禮物聽 非禮物言 非禮物動 言冤曰 回衰不明 請示私於矣 各位前在這一章裡面 我們很熟悉的 平常大家也耳熟能詳 常常引用的 就是克己赴禮為人 還有一日克己赴禮 天下歸人焉 原來典故就來自於 《論語言冤篇》第十二 裡面的第一章 《論語言冤問人》 孔子因財師教 不同的弟子 問同樣的問題 問中 問孝 問人 孔子不同的學生 都給予不同的答案 為什麼如此呢 就叫做因財師教 那《論語言冤問人》 孔子的回答 算是直截了當的 往心性上面來引導 就是說克己赴禮為人 各位前天 克己赴禮 我們慢慢去揣摩 《論語言冤問人》 就是問怎麼行這個人德 人是什麼 怎麼樣去行 孔子說克己赴禮 儒門的禮儀是很講究的 克己赴禮 這邊的克己 這邊的克己赴禮 應該說它是有一個層次的 能夠克己 克己要怎麼克己 要克己到什麼地方 克己赴禮 所以禮提供了一個規範 一個依循的標準 所以儒門的禮節禮儀 提供人們言行舉止的一個規範跟標準 大家想如果沒有禮節 沒有透過禮儀的節度 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言行很容易就怎麼樣 隨心所欲東飄西蕩 但是透過禮的節度 我們能夠收述 我們能夠收述身口意 這個身心言行 不要雜亂無章 而能夠在禮的規範當中有所節度 這樣的一個節禮節禮節 禮的節度 讓我們不會變拖江野馬一樣 到處奔馳 而能夠怎麼樣 有所降伏 這個克己本身 這個克字 我們在大學當中 有研究到這個三綱領 明明德親明子餘至善 這個明吉明德也有克明德 有克己赴禮的這個意義在 來恢復明德本性 克己赴禮 恢復到這個禮規範來 這就是在行仁德 這是一個粗淺的自意的探討 如果在深入我們也會體驗到 這個克己本身 有一種能夠降伏自己 但降伏自己的另一面 就是能夠啟發出良知良能 人欲跟天理 去人欲成天理 能夠降伏人欲 降伏雜亂無章的各種的私欲 各種的私心偏見脾氣毛病 這邊降伏得下 才能夠啟發內在的本有的良知良能之至善 所以克己赴禮 同時也是在啟發出我們的人德本性 這就是克己赴禮為人 而且孔子還往下面繼續延伸說 一日克己赴禮天下歸人焉 這邊講的克己赴禮關聯到全天下 各位前仙 我們會想我們有沒有那麼偉大嗎 我們一個人克己赴禮 怎麼會天下都歸人焉呢 這叫做千億法則動全身 如果研究過大學 還記得八條目 格物自知誠意正經 修身其家治國平天下 那就可以連結到這裡了 確實一個人的克己赴禮 一個人的格物自知 然後誠意正心 他像一個同心圓一樣的 一直環環相扣的往外影響 自己的格物自知誠意正心 這個都是跟克己赴禮都息息相關 然後影響到家人其家 影響到國家社會治國 影響到全天下 關係到全天下 確實一日克己赴禮 天下歸人焉 他會產生同心圓一樣的感染力 感化力 所以我們不要小看 任何一個人不要小看自己 每一個人都關聯到全世界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因緣網路 我們的因緣網路都互相連結 最後連到全天下 所以一日克己赴禮 天下歸人焉 這樣的一個話語 讓我們有一種認重道遠 要看重自己的一份的提醒 就是我們好不好的關係到天下 好不好 所以一日克己赴禮 引導天下人回歸人的本性 一想到這樣子 我們就覺得說 真的是人人自事 大家都有一種 以天下為責任的一種胸懷 那最後你看這裡有幾個層次的段落 首先講的是克己赴禮為人 因為他問人嘛 所以直接跟他講明就是克己赴禮為人 但是克己赴禮為人之後 孔子又延伸出來 一個人關係到全世界 一日克己赴禮 天下歸人焉 到這裡還沒有結束 再強調 為人有己而由人乎在 這個事情是在自己可以做的決定 不是透過別人 所以要不要修 要不要行仁德 自己可以做得了主的 不需要靠誰的 靠人人道 靠山山道 靠自己最好 這有一點 路要自己走 道要自己修的含義 就是要靠自己 我們要學聖賢 要行仁 這是自己可以做的決定 這是自己可以承擔的 不是靠別人 不用透過別人 自己要做這個主張 自己要下這個決心 為人有己 有一種承擔 人都有聖賢的資質 但是人都不願意承擔聖賢的職業 如果你肯承擔 你就是聖賢 這個意思都跟這裡可以相呼應了 那延淵聽完了以後 他只是問人 你看孔子 對於延淵 因財施教 延伸這個大根系 延淵這樣的一個根系非凡 所以孔子直接了當的 從這個心性上面引導 我們可以體會 延淵的人格特質 本來就是很認真很用功 本來就是都很扎實的 在心性來下功夫 也就是因為有這種特質 所以孔子因財施教 就直接給他引向一個核心的命題 就是克己腹理 確定你這樣的往心性下功夫是對的 而且在跟他啟發 關係到全天下 一日克己腹理天下歸人焉 然後就是承擔 為人有己而有人互在 不是靠別人靠自己 那延淵聽完以後 可以感受應該是深受啟發 那深受啟發 他還要請問更具體的要目是什麼 好 克己腹理為人這些聽明白了 那具體怎麼做的條目是什麼 老師能不能把要點再跟我開示 那職約就講到事物了 這事物我們讀到 《言言篇》篇第十二的第一章 原來是從《言言問人》裡面 《言言問》了請問其目以後 孔子回答這事物 非禮物視 非禮物聽 非禮物言 非禮物動 這叫做視聽言動 其實就在生活當中 我們要眼睛看 我們要耳朵聽 我們要講話 我們要有什麼急子行動 這就是生活當中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那孔子講都以禮為一規 非禮的 禮開這個禮 都不要去看 去聽 去講 去做 所看 所聽 所說 所做的都是以禮為一規 禮者禮也 禮節 這個雖然有禮節 就像我們修天道有十五條佛規 十五條佛規為天梯 我們的十五條佛規 它是有一個明確的規範 眾聖清凡 千功和藍等等的 最後活潑硬勢 謹言盛行 這些有具體的條目 但是它的內涵 我們會發覺研究下去 都回到心性來 所以這個禮也就是道理的禮 禮節的禮就通於真理 道理的禮 那我們延伸出來 就是禮節 用禮來節度我們的言行舉止 淫淵聽完了孔子講的事物之後 也很謙卑地說 回遂不明 請似思予以 我言言言回雖然很遲鈍 很不敏銳 很不聰明 但是我會恭敬地來侍奉 也就是說依照這個事物來落實 各位以前這是一種信受奉行 一種謙卑領受 然後要去信受奉行的一個回答 好 我們這一章可以說是很有滋味 值得反覆咀嚼 課集我們再來逐句的來咀嚼探討一下 克 克制降伏 克制降伏是什麼 降伏自己的習氣 脾氣毛病妄念 各位先生 道中所講的 改毛病去脾氣 就是一種克己的功夫 我們想一想 我們身上有哪一些觀念 語言 習慣 是不如理不如法的 是要改的 這些不正 有偏差的 不善的 有偏邪的 這些就是脾氣毛病 這些也都是我們敵人 最大的敵人 每一個人一輩子 都要面對自己的這一關 自己的脾氣毛病觀 要能夠戰勝自己 這一個脾氣毛病 能征服得了別人 很多人就都往外 能夠征服別人 但卻戰勝不了自己 自己的什麼 自己的脾氣毛病 能夠征服別人的 這叫做英雄 而最終能夠戰勝自己的 這叫做聖賢 我們今天學聖賢 就是要能夠戰勝自己 能夠突破自己 能夠降伏自己的脾氣毛病 而聖賢呢 聖賢的所為呢 是大丈夫的志業 非帝王將相 所能為 帝王將相做的是 征服別人的事情 是英雄的事蹟 而聖賢所做的是 戰勝自己 這是大丈夫的志業 再來 客吉連帶的就是復禮 沒有客吉就不能復禮 有客吉自然就復禮 客吉是因 復禮是果 復就是回復 禮就是禮也 合復禮法 回復天禮 也就是以禮為一歸 以道為家 而禮 這是本質具足不假外求的 復禮就是恢復天禮 就是恢復自己的本來面目 也就是我們常講的 要以道為家 以禮為一歸 客吉復禮 整句就是為人的功夫 為人的功夫 也就是在去思心存功道 也就是去人意而成天禮 天下歸人就是回歸 天下人大家都回歸人得本心 一旦天下人都回歸人得本心 那就是天下太平 那就是世界大同人間淨土 所以為人 客吉復禮 這是偉大的志業 而千亿法則動全身 我們一個人關係到全世界 道之宗旨 既世界為大同 佛陀 佛陀的心願 希望人間成為佛國淨土 孔老夫子的心願 希望世界成為大同世界 而天下太平 人間淨土 世界大同 其實用的不同的語言 講的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這樣的一個世界 世界變成一個圓滿清淨的世界 太平的盛世 而有賴於人人之事 能夠為人 能夠克吉復禮 一日克吉復禮 就帶動起天下人 回歸人得本性 人人都回歸人得本性 也就是人間淨土 世界大同的來臨 為人有己 不由他人 而由人互哉 不由他人 要不要行人 這是個人的事情 個人可以承擔 個人可以決定的事情 不需要別人幫我們做決定 也不需要依賴任何人 就好像說 我們修道不修道 要不要修是誰的事情 是自己的事情 你要修誰也擋不了 你不修誰也拉不動 所以道是公道 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不修不得 為人有己 要不要修道 那是個人可以決定的事情 所以道要自己修 路要自己走 而這條路 個人修 個人德 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所以就是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那言言繼續問 各位前這一個師徒之間 老師跟學生之間的問答 大家可以反覆咀嚼 他為什麼這樣問 他為什麼那樣答 他為什麼又繼續這樣問 他為什麼繼續又那樣答 很有意思啊 從這當中 提會到師徒之間的問答的默契 也會提會到 提問者的智慧認真 回答的智慧通達 克己父禮為人的條目怎麼做 請問其木要怎麼做呢 條目是什麼要怎麼做呢 孔子也是明明白白的 從視聽言動上來啟發 非禮之事就不要去看 不要去聽 不要去說 不要去做 各位前生如果是非禮 就是不合道的事情 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你去看了聽了說了做了 都是擾亂心性 都是怎麼樣 造下罪過錯 無名造業 無名受報 造的罪過錯怎麼造的 不就是從視聽言動上面造出來嗎 而一旦能夠守禮 就像慈戒一樣 能夠守住這個禮 不去看 不去聽 不去說 不去做 就有一個戒力護持在那裡 一個戒線守在那裡 不越雷直一步 那麼你都不會造下罪過錯 所以慈戒就好像有一個護城河一樣 保護住我們 這個歸戒守好就是一個 最好的護身符 在言行舉止上 自我規範也是一種有所不為 非禮之事 不為 有所不為 這個就是行儒門的禮儀 行儒門的禮儀相當於守佛家的戒律 其實儒家的守禮就是佛家的慈戒 都是一種有所不為的意義 有所為 合理的 合乎戒律的 儘管去做 不合理的 不合戒律的 千萬不要做 有所為 而有所不為 自律自心 才能處身有道 所以 克己要求自己 克服自己的慾望 降服自己的脾氣毛病 每一個人最大的敵人 都是他自己 能夠戰勝自己的是聖賢 正己才能夠成人 才能夠領導眾人 能領人的是聖賢 克人 很多人 我們的前輩說 現代人很多都不講克己 專講克人 那麼克人什麼意思 要求別人 克制別人 管別人 心外求乏 路變差 一旦不是反求諸己 不是自我要求 而是去要求別人去管別人 這個就叫外道了 就是往外去求了 能夠戰勝別人的 這是英雄 管人是地獄的 越管人家越恨 其實我們要做的就是端正好自己 端正好自己立下標竿榜樣 人家看了就會效法學習 這個自動自發的效法學習 就是一種以德來領人 那麼自己沒有自我要求 很多事情自己也沒有做到 老是要人家做到 這個誰聽你的呢 沒有這個德性去感召人 靠著權勢 靠著力量來管別人 管了人家心不服 管了人家內心埋怨 這就是地獄了 所以能夠正己成人 這是行王道 這叫以德服人者王 靠著力量去壓別人 這個以利服人者霸 這行的叫霸道 我們修道 學聖賢之道是行王道 不是行霸道 所以克己赴禮就是一個王道的意義 視聽言動 以禮為依歸 你看這個中國字 非上面加個是 是非就是罪 是非成罪 哪是非 就是非禮物視物聽物言物動 一旦我們沒有守住這四非 那從視聽言動 就照下了罪過錯了 空子講得非常具體 就在生活的言行舉動 言行舉止 言回非常謙卑 可以感受到他很看重老師給他的啟發 空老夫子開示的道理 他說我雖然不敏銳 但是我會認真努力的去信奏奉行 言回謙卑聲自己 卤頓不敏銳 但會努力信奏奉行老师的話 依此事物而行 道就在日常生活當中 日常生活的言行舉止 就是我們行道的道場 修行也就是這麼平常 實在地在視聽言動 事物上下功夫 不要小看這事物 這事物真的能夠滴水不漏的行詞 其實還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點點滴滴是功夫 因為有時候生活當中 你看了不該看的 什麼叫不該看的 那有很多 愉悅本分 或者是有所偏邪 人家在賭博 人家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結果你很好奇去看 包括起這個好奇想看的心 都是一種造過 沒有動這個念 就不會有造下後來的 這種非禮的事 所以這個起心動念沒有守好 就有後來的視聽言動的一個偏差 一個沒有守住事物的 這樣的一個造罪 包括有時候我們有是非之心 所以也很喜歡聽是是非非的話 有喜歡想是非的事情 說是非的話 又喜歡就去講是是非非的話 那做出來的也是落入是非當中 讓人家也去照這個口舌之過了 所以真正要在平常日常的點滴 視聽言動當中都如理如法 謹守奮計 沒有這種愉悅本分 沒有造這個非禮的事情出來 還真的是有嚴格的羞辭 德行要很純然才有辦法 這裡引用一段盤山禪詩的一段話 後學覺得也可以給這一段 這個首禮 詞戒 可以做一個註解 修行人大忌說人長短是非 乃至一切事事非干幾折 口不可說心不可思 但口說心思便是魅了自己 若鑽戀心常收幾過 哪得功夫管他家裡事 一個真修實戀的人 他是專注在 觀照自己的本心本性 常常在檢點自己 哪有什麼功夫去管人家的事情 粉身碎骨 微心莫動 收拾自心如意尊木雕聖像坐在堂中 中日無人亦如此 翻蓋簇庸香花供養亦如此 讚叹亦如此 毀謗亦如此 我們想想看 廟堂裡面的這些木雕聖像 他坐在堂中 有人來禮拜他也在那裡 沒有人來禮拜他也坐在那裡 很多人大家香花供養他也在那裡 都沒有人清清靜靜也在那裡 大家都在讚叹他也在那裡 大家在毀謗他也如如不動在那裡 各位前嫌人 如果我們能夠修成像一個木雕聖像一樣 如如不動 那就算這個定靜功夫有幾分了 修行人常常心上無事 時時刻刻提救自己本命原成端地處 內心都沒有雜思妄念 心上無事 時時刻刻都在 我們用三寶就是手懸歸磚 也就在提救自己本命原成端地處 就是手本身心如如不動 這一段磐山禪詩的詞語也是非常的道地 值得我們來參考學習 再來就是直路篇第十三裡面的十九章 是凡時問人 子曰 居楚公 直是靜 與人中 雖之遺迪 不可棄也 你看跟孔子回答原原問人 就非常的不同了 原原問人孔子直接了當 告訴他客己父禮為人 但是凡時問人 孔子卻說 居楚公 直是靜 與人中 然後說 雖之遺迪 不可棄也 這到底什麼意思呢 孔子講的就是日常生活當中的待人處事 待人土是怎麼樣做呢 居楚公 在居家 在自己的處所 我們一般大家想想看 眾人在一個大庭廣眾之下 大家都很重視自己的儀表 很重視自己的儀態 都不敢放肆 但是如果回到家 沒有人看到的時候 那閩南語講的 鼓腳都熟了 意思是說就會放縱自己 有的可能打個自博 天氣熱的時候 穿個短褲 翹個二郎腿 或是坐姿也不雅 這個儀態呢 就非常的放浪行害 但是居楚公這一句 即使是自己獨處 居家 處所 都還是不失那一份的恭敬心 有人可能會說 我自己在獨處的時候 難道不能夠輕鬆一點嗎 大家想一想 輕鬆跟恭敬有衝突嗎 輕鬆一點一定要放浪行害嗎 不一定喔 放浪行害就一定比較輕鬆嗎 不一定喔 真正的輕鬆是內在的安然 內在的安然 不必建立在一種很放蕩的舉止 它是兩碼式 所以居楚的恭敬 也可以很自在 很輕鬆的 這一份居楚的恭敬 就是有一種聖毒的意思 但是具體的講 也就是這個問答當中 我們也可以體會到 凡子的為人跟這個 跟言揮 言淵應該特質很不同 言淵你看 他就是很實在的一個 內德涵養 這理下功夫 那凡子在別的輪語的篇章裡面 曾經凡子也跟孔子問一些問題 孔子在搖頭的 他問孔子 怎麼樣種花 怎麼樣種農 做農事 孔子說我不如老農 我不如老仆 你要問種花的事情 去問那個花農 你要問種農事的事情 你去問農夫 我不如他們 然後孔子施下說 這個凡子比較筆匣 你看不學聖賢的這種心性修養 問的問題都是那些比較 並不是孔子否定這種實作的事情 而是說這個事情不用來問 不用來問孔子這個層次的問題 這些問題其實就問一些專業的人士就好了 再來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 自圓孔逆 是以君子福為也 所以我們人生苦短 要學大道 要往心性的修養這裡來下功夫 而不要在很多瑣碎的地方 就是會把心分散到很多的瑣瑣碎碎 但是我們在這裡也要有一種釐清 不要說後來只是高談闊論心性的修養 而忽略了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 倒也不是這樣 所以孔子講的居主功 這份的居家生活都保持一份的恭敬 職事敬 職事敬 你所承擔的事情保持那一份的恭敬 敬業的態度 認真的態度 與人忠 跟人就是忠信忠實 與人能夠相處 能夠相互忠實 忠實 就是實實在在的誠懇待人 這樣的居主功直至敬與人忠 也就是功敬忠 即使是到了蠻末之邦 以敵 以敵 我們也不要說在這裡挑剔說 你看這種好像優越感 對於其他的外邦 好像帶著鄙視的態度 其實當時中華文明 比較發達 周遭 所謂的東移西迪 南滿北戎 好像這些四周文化 相對於中原地帶 他們比較文化落後 這是事實 並沒有一種 所謂有一種文化的傲慢心 我們也不要用現代人的角度 去解讀上古時代這些孔子他們的話語 事實上就是周遭這些遺迪 也就是文化相對落後的地區 即使到了那樣的國度 這一份的功 敬忠 也都不能夠放棄 也要保持住 其實後學道是覺得 這樣的話語告訴我們 不管在任何環境裡面 有一些 有一些基本的做人處事的原則 都要守好 因為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也就是所謂的 有理走遍天下 無理寸步難行 這樣的一個合理的事情 走遍天下都是可以通達無礙的 沒有說這個事情只能在中原這裡這麼幹 出了這個國度 這一套就行不通了 並不是這樣 這個理是通八達 像這個功 敬忠這個事情 走到哪裡 它都是不能捨棄的做人處事的原則 你看凡慈問人 孔子的回答 他是在這樣的一個 生活當中的做人處事這個層面 來啟發凡慈 是不是因財施教 從這樣的對答 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凡慈的一些特質 他可能就是很務實 很在生活當中 比較落實落底 我們說接地氣這樣的人 但是接地氣也沒有好也沒有不好 當很多人都好像跟現實脫節 接地氣是一個優點 但是如果太過於接地氣而不能夠提升到形而上 那也就是在這個心性的修養 還在一個比較著象的層次 我們要具象 要實修 但是也要破象才能顯身 形而下也不離形而上 形而上也要灌透到形而下 後學如果以這兩篇來講 這兩章來講 言願問人 孔子是比較形而上的啟發 比較是理上的啟發 然後凡子問人 孔子是比較事上的啟發 這讓後學想到達摩說 入道要門不外理入跟行入 孔子回答言回問人的時候 是比較從理來引入 那凡子問人 孔子比較從形上面來引入 這也給我們大家一個參考 有時候應對不同的人 這個人是比較在生活當中實幹 用四肢實幹的人 我們就用四肢實幹的道理 形入來引導 那這個人是比較理論研究 而且心性下功夫 我們就從這個理入來引導 但是理入也不是忽略形入 形入也不是忽略理入 最後理入是從上要灌到下 形入也要從下灌到上 也就是解形相應 那麼理入跟行入 後來要功夫打成一片 叫做性相圓融一貫通 孔子教學向來都是因材施教 凡時向孔子請教何為人 孔子教導他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 就是居處公 居家要恭敬莊重 執事出外做事 這裡面的執事也可以指 內內外外的所有事情 都要認真謹慎 與人中就是與人交往 要盡心誠懇 後學也分享一下 我們有一位同修 他在分享這一段的學習 他特別針對直視鏡 提出他兩個心得 一個就是講到他開車 他說他開車已經有十年了 他想到他剛開始學開車 一個新駕駛上路的時候 那時候是戰戰兢兢 那時候看是目不轉睛 握著方向盤都還有一點僵硬 因為誠惶誠恐 那時候心無旁駕 專心專意的開車 但是經過了十年 他發覺他那一份出發之心的 戰戰兢兢沒有了 他逐漸的開車的時候 心有旁駕 一邊開車一邊跟其他人講話 一邊開車一邊可能也在 東漂西蕩的想著其他事情 那跟剛開始學駕車的那一份恭敬心 他發覺失去了 他發覺這樣子不行 也因為這樣的一個 比較傲慢 比較沒有恭敬 比較輕忽 也容易發生事情 比如說該到哪一個路口要出去 可能就稍微疏忽就落下了 就要繞一大圈才回來 你看這個事情就容易出錯 有時候難免一急躁 也是在超車的過程當中 有容易跟人家磕磕碰碰 像這些 他就從生活當中 光是從一個直視鏡 他就檢討到 真正直視鏡的背後 是一種很綿密的修心的功夫 也就是這一份的綿密的 觀照修心的功夫 始終的要保持 這才是我們要努力的 不能只是說任何事情 剛開始大家都不會的時候 相信所有的人 都會很認真很嚴肅的 戰戰兢兢的去面對 但一旦熟了以後 人會哭死了 就會比較輕慢 另外他舉了養孩子的經驗 現在孩子十多歲了 也準備要考大的考試了 那麼他也為孩子很多的 成長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煩惱了 他想說 記得以前剛剛生小孩的時候 多麼感恩 上天赐予這樣的寶貴的孩子 那時候好像沒有什麼祈求 滿滿的感恩 只要孩子能夠健康的成長 就是滿心的歡喜了 但是隨著孩子慢慢長大 這孩子也帶來不少的煩惱了 開始對孩子有很多的要求 那一份的感恩心 那一份原來 剛剛孩子誕生的時候 那只要孩子健康成長就好的 那一份單純 好像慢慢的就沒有了 對孩子開始有很多的要求 甚至也有很多的抱怨 這裡面掺杂了太多的情緒 他也發覺 這也是失去的出發性 失去的直視鏡 或許覺得這位同修 他很用心的 學了經文之後 觀照自己 然後觀照自己 看到自己生活當中的缺失 然後也總結說 直視鏡的背後 其實就是一份的 很綿綿密密的修心的課題 如果能夠在方方面面都是以一種 直視鏡認真的態度 這樣修心就修得很徹底 能夠終身 能夠一輩子活到老 學到老 也活到老 修到老 都保持著這一份的認真謹慎 他覺得這樣何愁大到不成功呢 後學也分享他的兩個心得 來作為直視鏡這裡的一個註解 很值得我們大家參考 與人中待人盡心誠懇 忠實 確實日常生活起居 孔子就是特別重視要恭敬 要認真 要誠懇 恭敬忠 恭敬 認真 誠懇 其實也就是要主敬存誠 後面分享一段主敬存誠的 精玉良言 這是佳言 敬為主 誠為貴 敬其心 則心不放 敬其意 則意念真 敬其神 則神和寧 這個誠心敬意 這份的恭敬心要作為主 就是要以這個誠心敬意為主體 我們的誠心不要散慢 不要失去的恭敬心 懷著這份恭敬心 我們在看很多人在佛前理佛 這一份的一個恭敬頂禮 這一份的恭敬是很可貴的 當一個人能夠在待人處事的點點滴滴 都保持這一份的恭敬心 那就是一種誠 真誠 誠的可貴 誠的誠也 有誠心敬意 做任何事情都會成功 有誠心敬意 待人與人相處都會和諧 都會圓滿 所以是很尊貴 很可貴的 如果把這份誠心敬意放在心裡 你的心就不會散亂 有這個誠敬心 恭敬心 你把這個恭敬心放在你的意念 意念就是起心動念 那麼起心動念都沒有妄念 都是真實 都是真誠實在 敬其神 你的元神 你有這一份的恭敬心在存養 你的經濟神會怎麼樣 會凝聚 元神不會散 他會和凝 他會凝聚 所以有的人很有精神 他有在存養性差 這個背後其實就是主敬存神 主敬存神能夠涵揚我們的經濟神 抱守元神 敬於氣 我們氣就是一種氣息 人有時候氣比較急 有時候氣比較浮 要心浮氣躁 那如果能夠有這個恭敬心 在我們的這個氣息當中 他就不會抱 不會浮躁 不會散亂 他就這個氣會比較沉 我們說要氣沉丹田 一手玄冠 然後就能夠心平氣渴 敬於業 業包括事業 道業 你學業 你有這份恭敬心 在你所做的事業上 在你所修的道業上 在你所學習的學業上 那你的業不會帶荒 也就是會有精進 會有認真 會有努力 會有效果 敬於學 在你學習的時候 懷著這份恭敬心 你學習就不會三分鐘熱度了 你會始終保持這份學習的精進 學習的熱情 敬於行 你在行為上有這份恭敬心 你的行為不會馬虎 不會隨便 不會苟且 會有一份認真的態度 認真的女人最美麗 認真的男人最帥氣 敬於德 在你的德行上有這份恭敬心 那這個德行就會彰顯出它的尊從 所以 敬要放在你的心 放在你的神 放在你的學 放在你的行 放在你的氣等等 也就是這份主敬存神 這份恭敬心 要放在心 神 學 行 氣 點點滴滴 都要懷著這份恭敬心 那再往上推 這份恭敬心就會產生一種 要延續到敬天 要為天 就是敬為天命 敬而順天之情 順天之心而行 所以修道 主敬存神最為重要 能夠有這個主敬存神的心 修行可以說就很得力 失去的這個主敬存神 修行變成空壇 再來 孔子因財私教 緣通應對 子章曾經問孔子如何行人 孔子說公寬性敏諱 子章又有一次向孔子問人的道理 孔子說 言忠性行賭敬 雖瞞莫之邦行矣 言不忠性行不賭敬 雖周裡行乎齋 所以孔子本身 他也是時時不忘要做到 溫良恭儉讓 無種美德 正子也說 無日三省無身 正子的三省 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恩不惜乎 我們仔細去品味 這些話都和孔子的 居主公 直視鏡 與仁宗都是相符合的 所講的內容 都是對自己本身的品德 人格的修養負責 對人 對事 對自己 都背負著一種神聖的負責的 熱誠跟使命 對自己的言行 都有一種嚴謹的修辭 是一種自尊自重的態度 雖然閒事 但是絕不放縱形骸 在做任何事情 用認真敬盛的態度 是戰戰兢兢 如臨生怨如理薄冰 這樣的負責禁止 把分內該盡的本分事情做完 而且還有盡善盡美 力求完美的這種自我鞭策要求 不可泄乎不可怠惰 不能夠漫步驚心 好 那麼 與人相處有適當的奋激 不要像小人相處是甜如蜜 如焦似漆 君子之焦是如流水 淡如水 清清如水 但是水能夠细水藏流 對何人 任何人都有一種坦誠實在 沒有一種耍心機 因為能夠自尊自重的人 就不會公責不武 不會受到侮辱 為人寬厚盡景 能夠寬折得重 能夠得到眾人的心 所以 人必自武而後 人武之 戊必自武而後 重生 能夠保持這份的恭敬心待人 就不會有這種不好的結果了 再來 巧言令色 矯情虚偽造作 造假 虚心假意 投機奇巧 口密復健 甚至笑禮藏刀 可以瞞得了別人一時 卻瞞不了人一事 早晚總是會露出狐狸尾巴 最後讓人家所唾棄 所以做人要真誠實在 上面所講的這些道德修養 可以說就是孔子自身 忠贞奉行的不惡的真理 也都是教導學生這個方向 孔子告訴凡子 行人的方法 就是具體的把主敬存神的態度 用在居主 居家處事 職事上 跟人相處上 這樣的居主公職是敬於人中 即使到了文化落後的遺迪之邦 一樣不可以放棄 主敬存存的態度 有理就走遍天下 都能夠通達無礙 用千功成敬 認真的態度來待人處事 那就沒有處不來的人 也沒有做不好的事 好 我們在結束課題之前 也一樣唱一首人生路 就吊起梅花山 回頭笑看這塵紅 寂寞 寂寞 哀愁在心中 夢懷裝置 又染上 乘風破浪行蹤行 定盡安律陽中風 定盡安律陽中風 小提衝行蹭遍遍遍遍行 曾心保守保初衷 ありがとう 到處呼善其行蹭遍山 遍憛遍遍提延草 人生方向西思涼 天恩时的铭心房 驻日路大道长 秋斑表地不彷徨 知福西福亮光大 定天的地方东凉 同心谢的难关窗 前程今修碧灰煌 好 谢谢各位陈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